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话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和周睿恋爱十个月后 我俩举行了婚礼 三十岁这年 我终于跨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爸妈高兴坏了 婚礼定在了市里一家 环境很好的海鲜酒楼 宴请了许多亲戚朋友 婚礼上周睿对我爸妈保证 会一辈子对我好 公婆也说会把我当成亲闺女一样疼爱 我爸妈欣慰地笑着 两人眼眶都发红 仪式完毕之后 我和周睿手牵手去各桌敬酒 我发现角落里有个女生站在窗边 目光追随着我和周睿 表情悲伤 我不认识她便问周睿 是不是她家的亲戚朋友 周睿的目光触及到那个女生之时 表情紧张起来 慌忙地对着身后的公婆招手 让他们过去招呼下 公婆笑意凝结 快步走了过去 不知他们跟那个女生说了什么 二老始终背对着我 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我再次问周睿 那人是谁 她撑着笑一说 就是一个远亲 带她全家贺喜来了 我盯着周睿的眼光 她不自然地错开目光 我借口去洗手间 拉着我的闺蜜陪我同去 走开一段距离后 小声说了我的疑虑 拜托她让她的男朋友 跟着那个女生 看看她家住在哪里 婚宴结束后 我和周睿回到婚房 我试探性地问她 既然是亲戚来贺喜 怎么她一副要哭的表情 周睿愣愣地看了我几秒 沉沉地叹了口气 她是我舅妈家妹妹的女儿 一直暗恋我 但我根本不喜欢她 她看我结婚了 自然不高兴 都是亲戚的 又不能拦着 不让她来 老婆 咱们最重要的一天 让你难受了 是我不对 要罚要打都行 只要你心里 别有哥的就行 我笑着说 我不是小心眼的人 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 起身去浴室时 余光里 撇到周睿 暗暗梳了一口气 我更加觉得可疑 决定找个时间 去找那个女生问问 夜里 闺蜜把女生住处的定位 发来给我 转天我在下班时间 去她家楼下等着 等了半个多小时 果然见她走来 我刚迎上去 打了个招呼 便问她和周睿是什么关系 她正正地看着我 一句话也不说 低头往楼洞里走 我追在她身后 说我没有恶意 只是想弄清楚 她和周睿的关系 我追问几次 她都不肯说 只说让我回去 虽然没问住什么 但她的表现 足以说明 她和周睿 绝不是亲戚关系 我们这样的习俗 婚礼后 是要给每家亲戚 送上两盒点心 我统计点心数的时候 假装无意地问周睿和公婆 也得给旧妈妹妹家 送点点心吧 我说完 只见周睿和公婆 互相交换眼神 表情有些怪 婆婆尴尬地笑笑 她家在临时 太远了 回来我发个红包就行了 我随口应了声 故作不在意 心里却慌得厉害 他们一家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那个女生到底是谁 我心里像长了草一样 晚上借口去找闺蜜 又去了女生家里去找她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 让她一定告诉我事情 她还是不肯说 只说让我跟周睿 好好过日子 她等说着 微信响了 是语音消息 听筒里传来周睿的声音 我听到周睿在骂她 骂她故意破坏婚礼 想搅合得我疑心 让她死了这条心 就算我知道了 她也不可能跟她在一起 或许是被周睿的话刺激到了 或许是太过悲伤 女生终于对我说了事情 她叫徐斯 跟周睿在一起六年时间 他俩是大学校友 大三时 俩人走到了一起 徐斯是外地人 周睿家没有婚房 两人谁也不嫌谁 一起努力工作 说好攒其首付 就买房结婚 一年多前 周睿得到确定的拆迁消息后 瞒着徐斯开始相亲 之后他想到我 觉得很满意 我俩关系确定后 他以爸妈不同意为名 跟徐斯提出分手 徐斯舍不得这段感情 苦苦挽留 却一再被拒绝 他一直以为 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以为周睿是迫于爸妈的逼迫 才跟他分手 他表示会等周睿 等他想明白 等他回头 后来还是周睿的朋友 看不下去了 告诉徐斯 周睿有了新女友 正在谈婚论嫁 徐斯多次给周睿打电话 发微信 可周睿都不接不回 干脆拉黑了他 最后徐斯堵到了周睿公司门口 周睿没办法 才对他说 我是本地独生女 家境优越 家里有三套房 嫁妆丰厚 他若是跟我结婚 我娘家不仅能在经济上帮衬 还能帮忙带孩子 徐斯说到最后气不成声 我去你们的婚礼 没有破坏捣乱的意思 从21岁到27岁 我一直爱着他 我只是想看看 他结婚时的样子 看看是怎样一个女人 伴他一生 听了徐斯的话 我整个人慌乱不已 他对我的家庭背景很了解 若不是周睿告诉他 他不可能知道的如此详细 徐斯是本是一所初中的数学老师 本人高挑漂亮 无论是工作还是外形条件 都比我好 而我唯一能拼得过他的 只有家庭条件了 原来周睿对我说的那些情话 都是假的 从从到尾 他看中的都是我娘家的钱罢了 刚刚举行完婚礼 要我如何面对这残忍的现实 我回了娘家跟爸妈哭诉 爸妈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觉得周睿很过分 我妈劝我 说我俩才结婚 还是得好好过日子 再说了 谁婚前没找过几个对象 爸妈不同意 分手了 相亲找个适合的人结婚 也没什么 现在的人哪个不现实 我爸表情凝重 说周睿的性质不一样 他跟徐斯在一起 是因为那时他家没拆迁 没有婚房 徐斯是老师 攻击金高 可以跟他一起攒首付 还贷款 他家拆迁后 有了婚房 就一边相亲 一边隐瞒 若是遇到了更好的对象 就跟徐斯分手 若是遇不到 就跟徐斯结婚 周睿的爸妈 一定都知道这件事 像这样 利己主义 三观不正的家庭 我怎能跟他们生活一辈子 爸妈意见不同 我整个人更是乱得要命 不知道如何面对周睿 我干脆在娘家住了下来 第二天是周末 周睿和公婆 一起带着大包小包 上了门 给我爸妈和我 赔礼道歉 说他们不该跟我撒谎 周睿说 徐斯是他的前女友 两人因性格不合 分手 徐斯却总认为 他是嫌的娘家穷 要是嫌的娘家穷 能跟他在一起好几年吗 实在是他为人敏感 多疑 我和他在一起 太累了 对不起老婆 我瞒你 只是怕你生气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周睿真挚地看着我的眼睛 公婆也在一旁打合 直说徐斯小家子气 纠缠偏执 根本没法跟我比 周睿和公婆走后 我爸让我慎重考虑 步入一段错误的婚姻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执迷不悟 及时止损 总比一直错下去 好得多 我把事情告诉了 两个最好的闺蜜 他俩对此事的看法完全不同 一个劝我离婚 说周睿和公婆太精明了 摆明的是冲着我娘家的前来的 另一个说 周家只不过是选择了一个 和自家匹配的儿媳 没拆迁之前 周睿和徐斯匹配 拆迁后 两个人不在一个高度 换结婚对象很正常 周睿甩掉多年的女友是不地道 但在利益面前 谁能保证自己就那么正直呢 大家都是普通人罢了 两个闺蜜的话都有道理 我更加摇摆不定 只是有一点 徐斯从没说过 周睿和公婆一句怪话 周睿和公婆 却把徐斯贬得一文不值 从这点上来看 徐斯的话明显客观许多 几天后 我再次联系到了徐斯 才知道她被停职了 原来周睿大姨的孙女 就在徐斯所在的学校念书 这个小女孩数学不好 周睿便拜托徐斯帮她补课 只是给亲戚帮忙 一分钱没收 周睿和徐斯分手后 小女孩便不找徐斯补课了 前几天小女孩又联系到了徐斯 说要期末考试了 想让徐斯给补习一下 徐斯不好叙学 便约了小女孩在麦当劳补习 这支 补习的全过程被录了下来 补课结束后 小女孩给她发了红包 徐斯以为是几块钱的小红包 可点开才知道 小女孩给她发了两百块 徐斯要退给她 她坚决不收 补课结束后 小女孩给徐斯说 鉴于她和周睿的事 以后不能再联系了 希望两人互删 徐斯没有防备 删除了小女孩 所有聊天记录都没了 之后 徐斯大姨拿着补课视频 和徐斯收红包的记录 投诉徐斯 于是学校让她停职 停后结果 我的工作保不住了 周睿这是在逼我回老家 徐斯眼神空洞 泪大颗大颗地落下 周家的所作所为 让我彻底看清了她们一家人 也让我相信 徐斯说的一切才是实情 周家实在狠心 徐斯什么都没做 他们却一直把她往死路上逼 不对的明明是他们 可他们却毫无愧疚 只有怨恨 我主动回了婚房 跟周睿说 你听说了吗 徐斯课外补课 要被开除了 原来他是这种人 我错怪你了 不该因为他 跟你闹别扭 周睿抱着我 直说没关系 说我俩以后好好过日子 不要再被那个恶毒的女人 调拨关系 周末我提出 请婆婆娘家人吃饭 大姨和孙女都来了 我特意挑了一个 有娃娃机和游戏厅的餐厅 等菜的空 带着大姨孙女去玩 趁她玩得开心 说作为见面礼 给她充个游戏会员 她把手机解锁 然后给了我 我趁机 找到她和徐斯的聊天记录 截图之后 发到我的手机上 散席后 我说要去周睿 大姨家附近找个朋友 正好送大姨和孙女回家 一上车 我就给大姨家 好几条营养品 多谢她帮我和周睿 解决了徐斯 不然老被她纠缠 烦死了 我故意说了 徐斯很多的坏话 又说 我有认识的初中老师 可以帮忙给大姨孙女补课 大姨没有怀疑 妖公式的滔滔不绝了一番 说她如何设计陷害徐斯 说这次一定要让学校 开除她才算 我把她的话 统统录了下来 连同聊天记录的截图 一起交给了学校 并为徐斯的事 做了解释说明 这项大白之后 徐斯复职 而我和周睿提出了离婚 周睿不肯 我告诉她 如果她不肯 也没关系 反正分居两年后 我就可以起诉离婚了 但我会把所有的证据 连同她的所作所为 告诉她的领导同事 亲戚朋友 看她以后还怎么找对象 周睿考虑了一阵子 最终统一离婚 彩礼退回 嫁妆带走 我俩互不相欠 我不知道 在这种垃圾人口中 我会成为怎样恶毒的女人 但我知道 人生苦转 每一天都很珍贵 绝不应该浪费在 这种渣男身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也不会孤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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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